一年一度学龄前儿童健康筛检开跑 满三岁以上为满四岁儿童筛检项目为身体、口腔及听力筛检 满四岁以上至未上小学儿童筛检项目为身体、口腔及视力筛检 今年更加码补助视力筛检疑似异常至儿童 可治168家合约眼科医疗院所接受免费专业视力复检 有介于六岁是儿童视力发展的一个关键期 也是治疗的一个黄金期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配合我们113年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检查 我们进行了一个学龄前儿童视力复检的一个补助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检查期限就是我们在做筛检以后 当年度我们补助到12月31日前都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检查补助 那我们补助对象的部分是参加我们卫生局办理的学龄前儿童 健康检查一个服务 那如果说在筛检中有发现视力异常的一个学龄前儿童 那他就可以持我们的筛检表 到我们的168家的一个合约院所进行相关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视力检查的项目呢 就包含我们的扇童前的一个扇童前后的一个验光 裸室的一个视力检查 那最佳矫正视力的一个项目 还有练习灯跟协式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个护眼卫胶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诊断检查 那让学龄可以早期接受相关的一个矫正治疗 依据卫福部国健署研究指出 院士储备量是对抗近视的重要指标 而6岁以前是儿童视力发展关键期 3到6岁更是弱势邪视治疗的黄金期 小朋友在婴儿刚出生大概其实是大概一两百度的 大概有平均大概两百度的院士 然后慢慢的院士随着研究 慢慢发育正常 发育正常他就会 度数就会减少 可是到大概低年级 大概小一或者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其实大概应该还有一百度的院士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筛检 如果小朋友这个我们叫做储备的院士 那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筛检的依据 如果你这个院士没有 就表示你可能接下来就会进入近视 所以我们就希望开始采取防控近视的一些策略 包括就是说最重要环境的因素就是 阅读一定要30分钟停10分钟下来 然后阅读的距离不要太近 不要在暗的地方 那多一些户外的活动 最好是每天有两小时下课以外 那假日家长都带出去户外活动 因为阳光是有保护的 卫生局呼吁家长家中宝被筛检 若发现疑似异常状况 请尽速至医疗院所诊断检查 并及早接受矫正及治疗 以免错过黄金矫质期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